請助理 對 你的答案 誰給我知道 那個答案是480天 請鎖定 B 三 你為什麼那麼清楚 因為這個我自己 三百六再多一百二 也就是再多三個月 一年三個月 十五個月 十五個月 十五個月啊 一年多啊 我猜了吧 好好喔 而且她是生育或領養都算喔 你帶小孩就是一年又三個月 這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 我的 我可以領的那種賠償假 有三天 然後是寒假日 然後因為我老婆是禮拜五生了 所以我就休了禮拜五六日 然後禮拜一去上班 天啊 你是在抱怨嗎 沒有沒有 現在是蠻好啊 原來可以賺錢 好可憐 對不起 我很抱歉 這詳交之間 很像我們應該至少要有兩個月嘛 三個月 我們今天有三個月 代曉我們很辛苦 480 她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來 請揭曉 來 請揭曉 跟我交代曉 好 其實不只她剛剛介紹 好像講得很清楚對不對 你們聽我會更感動 尚滑 依據二年的法律呢 如果父母他們在這個公司任職 有超過兩百四十天以上 並且月薪 日薪是不低於一百八十克朗 也就是大概是六百三十台幣的話 那麼就可以享有四百八十天的 育嬰價 而育嬰價的部分呢 剛剛馬丁有提到 有九十天是一定要給爸爸的 所以這個時間 也是所謂的爸爸月 那麼還有另外三百九十天呢 在之前你懷孕生產之前呢 你可以請六十天的產假 但這六十天的產假 也是包含在這個 三百九十天的育嬰價裡頭 而父母親呢 在請前面三百九十天的育嬰價 的薪水可以請領八成之多 那超過三百九十天以後的呢 都是只能領一天 大概是六百三十台幣左右 請問在澳洲做什麼事情 可能會違反法律 A 路上攔車 B 衛食流浪狗 C 算你 漂亮 這種世界看這些理所當然的事情 什麼 快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Not A Not B My answer is C 我的答案是C 請鎖定 C 算你 餵流浪狗可以的 你沒餵 老外很愛護動物 那餵流浪狗是 狗也沒有寫在臉上說 我是流浪的 還是我是人家養的 所以你愛護動物是OK的 不是有些地方 在澳洲沒看過流浪 來 忠祟 然後算命 為什麼我會選說算命是違法的 因為我在澳洲打工對不對 我在澳洲打工 除了在餐廳洗碟子 在百貨公司拖地之外 我也曾經在澳洲的夜店 外面的大馬路上賣過熱狗 賣過熱狗 賣熱狗 OK 就有人來 督了一個溫度計來查 然後就開我罰單 我說 Sorry I'm not the boss 我不是老闆 Tell me who's your boss 我就把罰單轉給老闆了 我隔天就沒有來上班了 所以他跟算命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不能在路邊 這樣擺個攤子啦 來... 是不能擺攤的 對 來賣熱狗不行 你被罰了是不能擺攤 還是油溫不對呢 算命也不對 因為算命你要收錢嘛 你要告訴人家說你明天 不能輕易地在路邊 經營什麼樣的生意 是不是 假設你這個算命師 是有跟澳洲當地政府 申請有license的 OK 我是先假設說 這個算命師沒有license的 認為是算命的舉手 我的答案 沒有一個人 No one Nobody 我的答案是C 認為是路上藍車的舉手 沒有 認為是餵食流浪狗的 可能是餵食流浪狗 全體通過 全數通過 因為管制國會全數通過 流浪狗如果有病毒或什麼的 你沒有辦法控管 所以你如果餵了牠 牠會一直來 反而會聚集 對 所以在很多地方 其實不准餵流浪狗 因為你餵流浪狗會越餵越多 你去過澳洲 很多國家我沒有去過澳洲 你為什麼要去質疑牠 沒有...我是崇拜牠 牠是理財專家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警告牠 我們正打算 大家一起來質疑你 結果你先去質疑人 這叫先發難 為什麼大家全部都舉手 沒有人 人家國會已經全票 全數通過了 所以我可能錯了 是什麼答案 盡揭曉 我先低頭吧 我認錯了 我錯了 答了 假的 怎麼會 假的 來 再來 然後呢 再來 好棒喔 真的是澳洲 還沒有回過台灣耶 為什麼呢 來 上滑 好 其實澳洲呢 是的確你很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都覺得他不可能會犯法吧 但是他就是會犯法的一些事喔 像是算命就是其中一個 他們認為說呢 如果你宣稱說 你有算命的能力 或者是你是靈媒 那其實呢 這可能會意圖去 感染到別人的行為的話呢 這是犯法的 而且還挺重的 如果呢 這個算命被抓到啊 他判處的這個罰金呢 是一萬澳幣 相當於是二十一萬台幣 而且要被監禁 兩年的時間 另外還有幾個也跟大家分享喔 比如說呢 像是你去別人的婚禮 妨害到別人的婚禮也是重罪 罰金跟這個拘禁的時間 都是一樣的 還有喔 你在路上呢 乞討也犯法 以及呢 你是這個街頭藝人 但是你演奏的音樂 吵到別人也犯法 所以在澳洲 一定要特別小心 很可能隨時會觸罰 從台灣出國遊玩 哪樣東西不能隨身帶上飛機 A 兩百CC的母乳 B 水銀體溫劑 C 自拍棒 這題寫得非常好喔 B 水銀體溫劑 確定 確定 請鎖定 自拍棒吧 你為什麼不會認為是 兩百CC的母奶 母奶管它多少都能帶 對不對 對啊 而且母奶也可以是 在媽媽身上啊 對不對 媽媽身上 它帶空瓶上去擠是OK的啊 所以你們的題目有陷阱 對嗎 我覺得應該是自拍棒 對 你覺得是自拍棒 自拍棒 認為是自拍棒的舉手 你覺得會不會都可以這樣好不好 那你們就不常出國啦 自拍棒一定要拖運 不可以帶上飛機 這我 原因是 原因是因為那個自拍棒 它可以 它可以被變成攻擊的武器 所以就不能帶啊 哪樣東西不能帶上飛機 對 不能隨身帶啊 你不能carry on啊 你要check in啊 對啊 所以不能隨身帶啊 那就是自拍棒喔 不能隨身帶上飛機 對 那就自拍棒 你剛剛不講了嘛 對 不能隨身帶啊 對 所以你不是說 那就是自拍棒啊 自圍 可是你選的是體溫計啊 沒有 是體溫計 是體溫計 對不起 你已經要冷靜一點 不能隨身帶上飛機 是水銀體溫計 是那個水銀體溫計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被 你帶在身上的話 它可以變成什麼炸彈啊 什麼鬼的 因為我的自拍棒 每次都是放在行李啦 對啊 是放在行李啊 不好意思 好 這把它剪掉了 我們為什麼聊這麼久呢 就是因為 我怕可能只能跟你聊這一題 請跌腳 對 對啦 真的 哇 就是不能讓你 站在身上就對了啦 因為你可以拿來做炸彈之類的 看來自拍棒還是能 你自拍棒可能還是能帶 可是看哪一種款式 搞不好還是能帶 沒有 自拍棒 一定要放在行李託韻就對了 我們聽一下上華怎麼說好不好 其實根據 桃園國際機場的規定呢 我們先來說說 水銀溫度機為什麼不能帶 因為呢這個水銀 它其實是有腐蝕 也有毒性的 其實早期有一陣子 是為了可以方便大家 在飛機上可以量體溫 所以可以帶 但是後來考量到飛鞍的安全性 可能會掉到地上會破掉 那這個又有毒性 所以就禁止了 那自拍棒呢 其實從頭到尾 都是可以帶上飛機的喔 那就是在過去呢 它的這個長度的限制 是在收盒之後呢 二十五公分以內可以帶上去 但是在二零一七年之後呢 只要在收盒之後 在六十公分以內的話 都可以帶上飛機 而母乳呢 只要你事先跟航空警察局申請 不管 不用無限暢影啦 你可以真的帶上這個瓶子 帶上飛機 就是不管是固態的 比如說結凍的 或者是液狀的 都可以帶上去 只要事先申請 加油 我剛剛真的替妳捏白冷汗 因為妳說法 妳的說法跟妳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在後面的人干擾了 題目是 在西方哪一種數字 被視為惡魔的數字 A444 B666 C777 真的假的 你們都知道 好簡單 我不知道 知道又知道 不需要 這只是一個觀念 知識 只是個訊息而已 諮詢 對了 就過關囉 B好了 B 666 確定 我亂猜 我取中間 請鎖定 三句法 一開就可以 要先把44拿掉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 覺得不可能是44 因為國外絕對跟44 對 因為才對 就是只有中國才會 為什麼不777 然後777就是Lucky7 應該 我就覺得 應該又不太可 那是馬台被連線了 馬台 馬台咧 馬台三七連線咧 那是666 666 請進 漂亮啦 三 二 四 二 四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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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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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新約聖經 歧視錄第十三章裡頭呢 就有描述到666 是所謂野獸的數字 其實呢 在聖經裡頭 它也代表著撒旦的象徵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出自於其實在當時啊 這些基督徒他們非常討厭 一個叫尼路凱撒的皇帝 因為這個皇帝呢 他把羅馬大火歸咎於 這些基督徒身上 所以不斷地破壞基督徒 那666這個數字 如果我們用西伯來文 來翻譯過來的話 其實就代表著尼路凱撒 也就是這一個皇帝的名字 因此呢 他們就認為這個皇帝 他的邪惡程度 跟撒旦一樣可惡 所以呢就是這樣 惡魔的數字叫做666 在飛機上吃東西 味道會有什麼變化 A 味道變淡 B 味道變甜 C 味道變苦 好題目 好題目 我的答案是 A 味道變淡 請鎖定 為什麼 因為飛機在三萬一起的高空嘛 它的壓力跟地面上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會影響到人的味覺 但是味道變苦的話 那飛機餐就沒有人要吃了 所以我第一個就覺得 不是味道變苦 變甜我覺得也不太可能 應該是可以的 請 請 請 飛機升到了高空之後呢 氣壓降低 而且這時候濕度也會驟降 降到大概只有12%左右 而在這樣子一個低壓 又是低溼 這已經是乾到幾乎跟沙漠一樣乾的 這個程度的時候呢 我們的味覺就會受到了影響 但是呢我們看到這個酸苦辣 是差不多的不太會有所改變 但是鹹度跟甜度 就會有所變化了 大概呢這個靈敏度會差30%左右 所以你吃東西會變得比較沒有味道 吃甜食也比較感覺不出來 一般人在搭飛機時會容易想放屁 請問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A 艙內氣壓降低 B 座位壓迫太擁擠 C 升空時情緒緊張 漂亮 我的答案是 這樣 A 艙內氣壓降低 請鎖定 你剛剛有終於思考了一下 這個有點難 漂亮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題目是不是越來越難 對 真的嗎 沒有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 情緒緊張會不會也是 對 我也在想那個 壓迫太擁擠不太可能 對 不可能 因為你如果是A的話 應該是大家都會想放屁 有 你說得好 其實你沒有發現之後 飛機這時候 經常有異味傳來嗎 真的嗎 真的 超好 真的嗎 高一名怎麼還在 對 我沒有走 對 反正我覺得 真的會 我覺得B絕對不可能 我是猜的啦 請揭曉 恭喜 厲害 我們來囉 就是根據丹麥的研究 當這個飛機逐漸升空的時候 機艙裡頭的氣壓 會逐漸地降低 那麼在這個時候 氣體的體積就會膨脹 而我們人體體內的氣體 也會擴增 大概三十Percent左右 這個時候你就會感覺到 腹腸不適 有些氣體很想要去 宣洩出來 所以就會忍不住放屁啦 但除了乘客之外 其實最常待在飛機裡頭 當然就是這些機師或空姐了 所以根據調查 也有這個 這超過六十Percent以上的機師 他們也都感覺 常常會有負丈的狀況 而且是比上班族的比例 還要多出非常多的 請出題 第一次 搭飛機時 對於甜味跟鹹味的靈敏度 會下降 還有什麼原因 也是造成味覺下降的原因 A 久坐的勞累 B 飛機上的噪音 C 高空上的緊張感 考題目 味覺下降喔 不代表沒有胃口喔 是味覺下降 噪音 久坐的勞累 高空上的緊張 B 我的答案是B 請鎖定 我認為可能是那個 久坐的勞累 何安琳 我覺得應該是C 但是我相信 應該是B 覺得沒有相信 哪那麼矛盾 我決定是C 但是應該是B 同機笨仔 這個語法很特別 我決定是C 但是應該是B 但最後答案 絕對是A 這個人我全講 對啊 很適合做政治家 活該你答議員 對不對 我是刪去法 刪去法 刪去法 為什麼呢 因為緊張的話 它是造成所有事情的 鈍化 勞累也是造成所有事情的鈍化 耳朵 這答案比較特別 對 耳朵跟五官就比較直接 是 所以A跟C 都是所有事情的鈍化 B跟五官裡面的 味覺比較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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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飛機上不要再鹹 這個飛機餐不夠好吃 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到了這種高空啊 在機艙裡頭呢 它是處於一個低氣壓 而且很乾燥 乾燥程度是將近已經要到 沙漠等級這樣乾燥的環境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味覺裡頭 關於對於鹹味甜味跟酸度 其實都會下降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且呢 飛機上的噪音也會影響到我們的 味覺靈敏度 所以吃什麼東西都不太好吃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 飛機餐裡頭會喜歡用多一點辛香料 讓你提高這個對味覺的靈敏度 還有在英國航空 有一種非常有趣的東西喔 叫做去噪音錄音帶 它可以讓你聽 聽了之後呢 你就會比較感覺不到外界的噪音 吃東西就會覺得稍微美味一些 題目是 下列哪個國家 並沒有法定的首都 A 日本 B 南非 C 凡蒂岡 怎麼會選這一題咧 對嘛 我幹嘛不選睡一晚就好了 這是假會嘛 假的 那南非跟凡蒂岡我都不熟 我只認識日本 答案鎖定日本 請鎖定 我只認識日本 他首都不是東京嗎 對 對啊 沒有法定 我不知道啊 我不能猜啊 我就猜不行嗎 我不知道 有約翰 尼斯堡嗎 對 是不是啊 梵蒂岡 梵蒂岡的本人 梵蒂岡就是首都啊 很小很小 是吧 等一下 我覺得我選對了 因為日本當年 二次世界大戰不是戰敗了嗎 他們是不准有首都的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三百國不能有首都 他們不能有軍隊 搞不好也不能有首都 會不會 有沒有可能 自從剛才那個屁股的 視頻被你答對以後 我覺得我都 我不敢忤逆你 我們都不敢實依你 他跟他講國耶 很厲害的 很合理啊 合理...對不對 對 我在你面前變得沒有自信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自我 從來... 我從來在這邊我都是大聲的耶 整個好自我... 整個... 我覺得大聲的很有道理 對 對 在外國不會沒有首都 請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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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 黃老師我們聽一下正確的說法 對 來 上網麻煩解釋給他聽 好不好 來 其實日本他們的首都 主要是根據天皇居住地而定 那現在很多人會認為 日本的首都是東京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東京有天皇 有皇宮 然後有中央政府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是在東京 但是因為在京都 這邊也有舊的皇宮 還有天皇玉座 跟很多這個皇室的遺跡 所以因此也有一派人認為說 京都才應該是首都 所以其實在日本 他是沒有法定首都的 而我們剛剛選項當中 有提到南非 南非它有三個首都 而只能一提的是呢 其實在世界上 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四個首都 分別有外交首都 還有這個行政首都 宗教首都 跟避暑首都 所以其實都是挺有意思的 請出題 薄西米亞風是常見的 穿搭風格 那麼請問薄西米亞 主要位於現在的哪一個國家 A 布蘭 B 捷克 C 奧地利 我的答案是B 捷克 請鎖定 請揭曉 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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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是 根據劉業者發布的 2019年航空旅行前景報告 在哪一邊比較容易 可以買到有折扣的機票 漂亮 A 星期五 B 星期六 C 星期日 快 來囉 我答案是C C 請鎖定 星期日 我有點後悔耶 我覺得性質很合理耶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合理 我那天看到的新聞是時間 每一天的哪個時間 最容易有折扣 最低折扣 每一天的哪個時間 最容易有折扣 你說啊 凌晨的三點到五點之間 但是現在講的是禮拜幾啊 星期天 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星期天 那是星期天 不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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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是星期天喔 告訴我們是不是正確的 來 直接講 不好喔 恭喜 今天是2019航空旅行前景報告 要告訴大家呢 你要買機票 訂機票的時候 掌握一個口訣 就是週五飛 週日滿 因為呢 只要你在禮拜天的時候買機票 禮拜五的時候飛 特別是呢 整個都提前在三個禮拜前 來做預訂的動作 有機會可以省下 21.9%的價格 省兩成算是很划算喔 而且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喔 通常呢 如果你是在禮拜五買機票 可能就會買貴了 禮拜五買貴的機率呢 高達了3.7% 但是如果你選擇禮拜五 出發當天飛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省下4% 題目是 請問世界第一長河 是哪一條河流 A 寧羅河 B 長江 C 亞馬遜河 寧羅河 請鎖定 不研究喔 我記得寧羅河是 六千三百公里 長江大概只有五千八百公里 緩和四千七百公里 我的印象也更多 那亞馬遜河 亞馬遜河 亞馬遜河比較短 可是亞馬遜河是水量特大 可是河川 河系沒那麼長 水量 對 我的印象 它經過的 對 當然寧羅河經過很多沙漠 它的水量很少 它水量可能只有亞馬遜河的 百分之一都可能 因為它通過的是熱帶雨林嘛 當然比較厲害 所以下雨多嘛 集水區大 寧羅河 世界第一長河 請 接下 厲害 公司大隊 你剛剛說寧羅河多長啊 我記得是六千三百公里 六千六百七十公里 OK 那就六千多 因為太久了已經 然後 亞馬遜河比長江還要大 對 短一些 可是水系大 亞馬遜河 它比長江長 亞馬遜河 六千四百三十七公里 還有六千多 那記錯了 因為地心引力的影響 在哪個國家量體重會最輕 A 冰島 B 印尼 C 澳洲 到了 哪裡 哪裡 南半球 北半球都有 南半球 北半球都有 南半球 北半球都有 對啊 地心引力哪邊 那為什麼 曾經聊過這個問題 好 一分十秒 A好了 請鎖定 冰島 請揭曉 印尼啊 正確答案其實是 印尼 那我們地球的重力呢 它主要是跟地心引力 還有地球的靈心力 這兩個核力相關的 因此呢 其實這個地球重力呢 越往緯度越高的地方 是會越重 像是我們看到 如果有一個東西 它的重量是一百九十公斤 那麼它如果是放在兩極 是這樣的一個重量 把它拿到赤道來的時候呢 它的體重會是最輕的 放到赤道以後呢 它會減少至少一公斤 因此人在赤道量體重 是最輕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這個我們剛剛想到的三個國家呢 印尼它是有被這個赤道貫穿的國家 因此印尼量體重會最輕 題目是 根據聯合國發表的 全球幸福指數報告 東亞國家中最幸福的國家 是哪一個 A 台灣 B 日本 C 新加坡 唉唷 答案是台灣 是嗎 太簡單了 請鎖定 為什麼不在 最近崛起的新加坡呢 新加坡 我們美國人很害怕被編寫 所以 射好表情 怕被編寫 怕被編寫 我們美國人出國就是 比較狂野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就是受控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這樣子 就是害怕嚴謹的國家會有 因為上次一個在那邊 在新加坡喝醉刮車子的 對 他被編慘了 三下還五下吧 那最大的事件 好大的事情 那刮車子那個 可是他刮了也不只一步 有沒有 他刮了三步還五步 他不只他還有塗鴉 他也有 對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賠錢就好了嘛 對不對 他很典型人家 對不對 難怪剛剛靖倫馬上說 絕對不是新加坡 他剛剛那麼強 台灣 聯合國發表的 全球幸福指數 答對了嗎 請介紹 台灣 告訴大家 到底有多幸福 來 上滑 好 每天的三月二十號 是全球幸福日 在這一天聯合國會發布一個 全球的幸福指數的調查報告 那麼在二零一九年第一名 是由芬蘭奪向 第二跟第三分別是 而台灣的名次 雖然比去年少降了一個名次 但是還有二十五名 也是全亞洲之怪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台灣 不是大家都說是鬼島嗎 怎麼會是幸福指數這麼高呢 事實上這個評判標準 很有意思 因為裡頭有一個指數 就叫做自由 台灣拿到的是一百零二分的高分 遠遠的高於了中國大陸的三十一分 還有另外 這個台灣最美的就是人了 因此這個人情味 風土民情 也都是評判標準之一 所以才能夠拿到 這麼高的一個分數 題目整 下面哪一個海 並非真正的海 而是湖泊 A 紅海 B 死海 C 黑海 漂亮 死海啊 來 快點鎖定喔 三分 三分鐘 兩分五十九秒 B B 請鎖定 死海 再來可能就對了 別小吧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紅海呢 是自然形成的這個陸間水域 是一個內陸的湖泊 而且我們要告訴大家 它鹽分高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它的鹽分是一般海洋的七倍之多 那麼另外我們剛剛提到的紅海 它是印度洋的陸間海 那另外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黑海 這是歐亞大陸的陸間海 馬來西亞節慶請出題 題目是 請問教練哪一個文化節慶 是會在馬來西亞出現的節慶 A 圖妖節 B 跳音節 C 泥漿節 快 說 用說的 A 圖妖節 請鎖定 你花了二十六秒 燒久 那我怕是有陷阱還是什麼 就仔細看了 B跟C 這什麼陷阱 沒有 你有看到雨傘節嗎 沒有 沒有嘛 沒有別的 雨傘節 雨傘節 是啥 好 你要節省時間 對不對 畢竟他曾經當過我的 健身教練 對 真的啊 那怎麼你還騙這樣 好壞 如果沒有我 不是這樣子 還好有你啊 所以為您帶來這首歌曲 還好有你 哎呀 圖妖節 可以解釋一下 什麼樣的節日 圖妖節是印度人要殺妖怪的 想妖除魔 印度人殺妖怪 跟馬來西亞什麼關係 馬來西亞就是印度人 是第三大種族 馬來西亞的主要是馬來人 馬來人 華人大概佔了百分之二十 印度人也佔了百分之十五 所以印度人第三大種族 基本上圖妖節是全國放假 圖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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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揭曉 恭喜大家 為什麼會有圖妖節呢 來 上網告訴我們 上網 圖妖節是馬來西亞印度教徒 一年當中非常重要的節日 相當於是華人地區的 除夕夜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用善良戰勝邪惡 光明驅除黑暗的意思 那麼在可小姐這一天呢 大家會穿新衣 然後呢 會煮好吃的東西 迎接客人 並且在早上天亮之前 就會用膏油洗淨 全身淨化心靈 那剛剛另外兩個選項呢 一個呢 是這個西班牙的 我們看到的是跳陰節 那這個跳陰節啊 它其實呢 是用一個大男人 打扮成惡魔的樣子 在十二歲 十二個月以下的嬰兒身上 跳過去 他們說用這樣的做法呢 可以讓這個嬰兒平安長大 但是因為呢 這個儀式實在太危險了 所以現在有逐漸的 把它改成是在嬰兒身上 灑一點水啊 可以幫他淨化 這樣就OK了 那第三個呢 這個泥漿節 是在韓國寶寧 這個地方的泥漿 有美容的效果 所以就有泥漿節 全明星空略 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煉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空略 趕快來訂閱喔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